Hong Konger Station 香港台 晨早新聞報道 各位,今天9月27日,歡迎收聽香港台一節新聞,我王俊賢 倫敦南部Kryden市中心發生謀殺案 一個15歲女學生今早被嚴重刺傷,當場死亡 一個年輕人被警方拘捕,相信他認識死者 警方早早8時半接獲襲擊報案 地點在Kryden一個救密商場外 救護員聚職到場為傷者急救,但當場證實死亡 倫敦警察聽說,與英國交通警追蹤一個年輕人後 確認在9時45分將他拘捕,初步相信他認識死者 現場會被封鎖一段時間,警方感謝徒人協助 Kryden市長Jason Perry說,市議會正全力配合警方調查 並向寫者家屬和朋友借意心切慰問 早前有報導說,由於建造價飆升 首相新衛城正考慮聚銷 HS2 巴明漢至曼茲斯特路段 政界出現極大分隊聲音 最新,五個工黨市長促正新衛城政府 繼續建造HS2高鐵項目,說如果聚銷 推遲或縮減HS2規模 會造成更大的經濟損失 五個工黨背景的市長發表共同聲明 說交通基礎設施投資是推動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 可以創造就業機會,提高生產力,並開逼新商機 原本期望HS2和NPR可以在區內實現目標 對於有傳政府計劃取消鐵路項目的不斷 市長表示失望 直指選民對任何不繼續建設交通基建的決定 可能造成的經濟損失感到不知所措 他們敦促政府履行承諾全面交付NPR Rail 確保孟治斯特機場可以接駁利物浦和後城 認為是後城之間的南北連接,形容項目是不容談判 當被問到會否聽取市長意見時 內局官員Lucy Fraser接受Sky News訪問時說 手上和財商會聽取社會上不同聲音 但強調政府有責任考慮所有項目 說財商目前正在衡量如何將納稅人的稅收用得其所 至於HS2最終會否開去曼斯斯特? Lucy Fraser隨即回應說這是財商決定 其他消息 伊拉克北部尼尼微省一個婚禮發生大火 副省長說已確認113人越南 國營傳媒報導大火造成最少100人死150人傷 總統拉希特下令對事故展開調查 總理蘇達尼宣布全國哀悼3日 他亦指示內政部和衛生部為受大火影響的居民提供支援 事發當地星期二日晚 任務擊者說當時有幾百人在婚禮大廳 文房部門說事故源於燃放煙花導致大火 由於建築材料高度易燃、火射算速蔓延 部分天花倒臨 內政部說已對婚禮大廳擁有人發出四張拘捕令 7月在板門店黃越南北韓分界線 進入北韓的美軍二等兵Travis King 至今仍然被平壤當局扣留 最新北韓說將每張巨大駕出境 23歲美軍二等兵Travis King 因為襲擊罪在南韓入獄2個月 7月10日獲勝 本應該要坐遊人村機場壓返美國的航班 但最後沒有上機 逃離押戒隊伍後 參加板門店非軍市區旅行團 之後黃越三百線轉入北韓 相信是為逃避美軍紀錄零訊 美國政府當時說Travis King 自願望越邊界並相信他正被北韓救流 美國國務院、民主、人權及勞工事務局 昨日在社交平台X提及 一傳媒作文人黎智英 被指控違反港區國安法等罪 而被關押的第一千人 造成立即無條件釋放黎智英 及其他政治犯 中國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發表聲明批評 強烈不滿和堅決反對 美國國務院和有美國、英國政客 妄議香港特區的司法案 公然違反中斷港的黎智英撐腰 惡意抵毀港區國安法 證告外部勢力立即停止插手干預香港事務 公署批評 黎智英作為反中斷港事件 插惑者和煽動者 作為美西風反華勢力的代理人和馬前進 黑羊致重、惡行累累 無所不用其極破壞政治體制 散布分裂言論、 黑球外國制裁 認為特區政府對黎智英追究責任 防範危害國家安全風險和隱瞞的必須之舉 行動天經地義 說黎智英屬於組織、策劃、 參與港版顏色革命的罪魁禍首 重新言論和新聞自由 並非違法犯罪的黨戰牌 遵循美方和部分政客 設施尊重法治精神 立即停止包庇、美化違法犯罪分子 以及停止干預破壞特區司法制度 美國前總統特朗普被紐約法院裁定 持續出虛財產、民事欺詐罪成 特朗普和其他被告一直否認控罪 紐約檢察長去年9月控告特朗普 他兩個成年兒子和The Trump Organization 最虛物業價值超過20億美元 以符合他們的生意用途 指控各個被告發出錯誤紀錄和財務聲明 以換取借貸更優厚條款和保險 以及交更少稅 法官判決時說 有關文件明顯存在錯誤估值 而被告將之用作生意用途 反映的不是真實世界 指特朗普在一份財務聲明上 海湖莊園被告股百分之2300 在Trump Tower的頂層預所被告股價值 而實際面積被提高三倍 法官指示取消部分特朗普持有的生意 在紐約繼續運作的許可 包括Trump Organization 有關決定不會導致特朗普的公司解散 但可能會令他失去Trump Tower 和華爾街市10號Trump Building的控制權 特朗普律師團隊說 裁決是司法錯誤 必明會上訴 特朗普在裁決後否認做錯 案件只是另一次政治追擊 指控檢控官全有偏頗 又說法官有嚴重政治取態 目前特朗普仍然是共和黨內 投號總統大選參選人 接遲到領先其他主要對手 他面對四宗刑事案 當中牽涉91項嚴重指控 已否認控罪 俄羅斯入侵沃蘭第581日 俄羅斯尋求重新加入聯合國人權委員會 而測試莫斯科國際地位 有關決定需要由成員國投票表決 投票下個月舉行 俄羅斯去年2月28日入侵摩蘭 在4月被逐出人權委員會 當時有93個國家贊成、24個國家反對、58個國家棄權 莫斯科今次尋求重新被選為成員 再續三年任期 英國廣播公司獲得一份文件 在俄羅斯尋求聯合國成員國之前 裡面提到俄羅斯承諾 就人權問題尋求合適的解決辦法 以及希望阻止委員會成為某部分國家的政治工具 相信是指向西方 俄羅斯總統普京正被國際刑事法庭通緝 指控他嚴重侵犯人權 以至他近期都並沒有真身外訪 莫斯科希望可以重新獲得國際認受性 不過烏克蘭調查委員會最新說 持續有證據指控俄羅斯犯下戰爭罪行 包括虐待、強姦和攻擊平民 同時另一份報告指明俄羅斯國內人權狀況也惡化 最要涉及批評烏俄戰爭的人 被拘捕、虐待和不當對待 聯合國人權委員會總部指日內亞 有至17個成員國每三年選舉一次 下節選舉定於10月10日 俄羅斯將與阿爾巴尼亞和保加利亞爭奪兩個席位 將在紐約聯合國大會上由193個成員國投票決定 在紐約外交官子春 俄羅斯正積極遊說支持 向小型國家提供糧食和武器以換取支持票 更聲稱俄羅斯完全可以重返人權委員會 包括三個維權組織 聯合國監察、人權基金會 及拉烏爾·瓦倫堡人權中心 下每月報告已表明俄羅斯並不合資格進入人權委員會 在俄羅斯仍然入侵挖難時 如果俄羅斯可加入人權委員會等同反人權 會傳遞錯誤信息說 聯合國沒有認真看待俄羅斯罪行 英國強烈反對俄羅斯重返人權委員會 外交部發言人說 有廣泛證據證明俄羅斯在窩囊 及本國國土針反人權及施以暴力 都顯示俄羅斯完全藐視人權委員會工作 中國觀察者網引述接近中國恒大支持人士報道 恒大董事國主席許家印在幾日前已被監視居住 許家印現正居於北京一處居所 已被限制部分行動自由 彭博也引述支持人士說 許家印今個月較早前被警方帶走 目前已在指定地點監視居住 報導沒有提到許家印被監視原因 而在中國 警方這種行動並非正式拘捕 亦都不代表許家印會被起訴 香港財政司司長陳茂波結束歐洲訪問返港 認為今次行政得到預定效果 據說向歐洲工商界介紹香港情況及大灣區機遇 由歐洲企業對以香港作為落腳點 開拓中國和亞洲市場非常感興趣 陳茂波說 九日行政曾經到訪法國巴黎 英國倫敦 德國柏林和弗蘭克福 據提到 在首站巴黎同行有三百多個香港工商大人士 過去幾年發展創新科技 重點推動生命健康生物科技 人工智能和金融科技等 幾日行程答訪企業也集中這幾個範疇 據說英國生物製藥企業阿斯利康計劃來香港發展 在香港設立科研機構 另外法國一間相當大規模公司 業務包括能源、污水處理 亦打算來香港擴充業務 陳茂波說 過去一段時間 西方媒體對香港的報導出現偏頗和誤導情報 今次有機會將客觀數據情報和數據鋪陳 他亦向歐洲商界介紹 未來幾個月香港會有很多城市 包括美洲街牙盡禮、金融科技州、國際金融領袖論壇、 薩特阿拉伯未來投資倡議研究所 12月在香港首次舉辦亞洲峰會等等 賀士顛導西地盤工業事故導致兩人死亡 警方以職案件相關罪名 拘捕一個62歲判頭 尤尖警區助理指揮官賀金林華 有關隧道正是進行更換海水球管工程 管道裡的情況比較複雜 警方會從多方面進行刑事調查 當中方向也包括誤殺等罪 如果證明有人嚴重疏忽 大致檢控門檻 警方都會作出拘捕和檢控 兩個男子姐圍屬 今早若見港鐵代表商討因出事業 圍屬在會後沒有透露港鐵提出的因出金金額 但就批評港鐵提出金額沒有誠意 據報港鐵將會在今週內進一步答覆 杭州亞運網球男子丹打項目 港隊代表19歲的王澤林 八強面對南韓球手洪聖站 在領先一盤下被對方連贏兩盤反勝 無緣晉級 王澤林面對8號總支洪聖站 兩人頭兩盤打成軍勢 王澤林首盤先贏6比4之後 第二盤被對方贏回6比4追平 去到決勝第三盤 紅聖站把握較好 5次發球直接得分 比王澤林多兩次 王澤林也有3次發球雙錯誤 最終王澤林以3比6再輸一盤落敗 八強之步 這個香港網球新星 昨晚在南丹16強擊戰近3小時 最終在決勝局連贏7分絕地反勝 以換數2比1擊敗世界排名前百位的 中國國家隊球手吳亦炳殺入八強 他最後說 經過這場仗後 確信自己有能力更上一層 是對自己一個肯定 香港台一志新聞報道員 今天一個月就能墊子 你不夠重心 此為難以重視不會